耐格台风外围环流跟东北季风共伴效应发威 气象局表示周一下半天开始就是共伴效应最明显的时候 迎封面大台北跟宜兰地区要留意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要等到深夜之后降雨情况才会稍微缓和一些 另外这个礼拜都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大台北地区跟东半部都会陆续降雨 想看到太阳露脸民众还得再等等 周一上班Blue Monday但这雨下不停 让民众心情更忧郁了 耐格台风外围环流和东北季风共伴效应发威 气象局针对北北基以花地区发布豪雨道大豪雨特报 宜兰县山区更发布超大豪雨特报 东北季风明显的更难压之后 那整个共伴效应的雨带就会被往南推 那因此在今天的深夜以后 降雨的情况会比较趋缓一点下来 民间气象粉砖po出云图 表示耐格台风变得更壮了 重整顺利环流更扩大 周一周二两天就是巅峰 有机会达到中度台风规模 而它的东侧暖湿外围环流 一部分已经抵达台湾东半部 预估周一下半天开始 共伴效应将会最明显 因为这个礼拜大致上都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所以银峰面地区持续会有降雨的状况发生 到了四号又有另外一波东北季风的增强 那这波东北季风有没有机会再带来一些雨势 或者是雨势分布状况 还需要再观察 周一到周二全台有雨 银峰面东北部大台北地区要留意 豪雨以上降雨出现 周二开始降雨趋缓 但银峰面雨势还是不能轻忽 等到周三之后 北部东部地区仍会有东北季风带来的降雨 这一周民众出门还是要记得攜带雨具 记者陶一轩侯正伦台北报道 受到东北季风跟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宜兰跟基隆又传出豪雨灾情 台七线81.2公里处因为连日豪雨 陆基严重掏空完全无法通行 大同乡四季国小英式分校也宣布 上午10点开始停班停课 花莲县秀林乡和平村 今天中午12点半起停止上班停止上课 而另外在基隆一处营造厂也因为豪雨袭击 担心土石会再滑落只能赶紧整备 台西线道路严重下陷摊坊 一整排护栏悬在半空中 往上一看原本的薄油路面 夹杂土石破成好几块像是灾难现场 近期连日大雨让台七线再现灾情 81.2K处路基流失约50米 惨况曝光 水流不断往下冲 车辆从旁边扫兴经过 道路柔长寸断 豪雨再度袭击 宜兰大同乡四季国小英式分校 宣布31号上午10点开始停班停课 而同样宣布停班停课的还包括花莲秀林乡和平村 从31号中午12点半开始停止上班停止上课 此外花莲光复箱连接封冰箱的台11甲县11公里处 更有土石滑落电线杆横躺道路阻断交通 另外大雨下不停的还有基隆 很担心说土石流 土石又下来一次 担心啊 营造厂员工忧心忡忡 因为半个月前 这营造厂曾经遭土石流掩埋 大量重机具支离破碎 粗骨损失一两千万 这回豪雨又狂下 就怕重演土石流噩梦 目前看那边坡就好 那边又开始整个都滑动下来 不只营造厂全部满土石泥水 就连附近住家门口也留下明显的土石痕迹 面对大雨又将袭击 民众也只能赶紧整备 延防豪雨又娘灾 这综合报道 平东有乘客搭乘东流线 明明海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的 但船长却开得像是海盗船一样 让乘客坐得相当不舒服 而事情PO上网之后 有不少网友表示 曾经搭过同一家船运 也是坐到晕船 其他业者推测 可能是船只超前 吃到了别的船只排浪 导致船身晃动 才会搭起来像是在搭海盗船一样 一路航行 后方拖着 长长浪花 不时上下摇晃 乘客搭乘东流线 直呼就像在搭海盗船 上网PO文 明明风平浪静 还能开得波涛汹涌 不少网友底下留言 之前也坐同家航运 坐到晕船 还有人开玩笑 花渡轮的钱体验快艇感受 为何明明海面平稳 船却剧烈摇晃 其他业者推测是这项原因 互相在超前的时候 会吃到对方的排浪 一方面是顶本来的浪 然后另一方面又吃到对方的排浪 推测可能是超前时 吃到别的船只排浪 导致船身上下起步 变成海盗船 这家航运不只开得像海盗船 让乘客感到不舒服 先前也因为在港口倒船 险些撞上其他船只引发争议 不过近日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是否影响航班 业者表示明日风浪恐怕变大 这两天的话 目前影响最大的应该会是在明天 就是三级风 那浪高的话 我们目前最高的话 是只有预测到1.9 台风影响风浪变大 民众搭船务必留心航班资讯 注意安全 记者苏世伟屏东采访报导 台中一名正姓男子 29号中午跟有人前往 冤嘴捎来步道践行 在距离登山口一公里处 不慎失足跌落 三四十公尺剩的边坡 造成头部受伤 左手骨折 但事后却有山友发文指出 这个案件不单纯 因为步道两侧的引导绳 被发现遭人蓄意割断了四十多处 警方获报之后 已经前往搜证 要找出嫌犯 什么那个 什么那个 登山客穿着鱼衣 眼角抱纱布 左手裹着绷带 缓缓走下山 受伤的正姓男子 和有人相约 前往冤嘴捎来步道践行 却不慎跌落 三四十公尺深的边坡 造成头部受伤 左手骨折 一开始以为是步道失滑 但现在却发现 案件不单纯 看看步道旁的白色引导绳 遭人蓄意割断 数一十五 至少超过四十处的绳索 都被破坏 让其他山友 忍不住在脸书痛批 如果要割断绳索 请清除干净 因为只要大力拉扯 绳索就会脱离树干 形成杀人的陷阱 根本是续谋杀 非常不友善 很可恶 这个行为是很不可取的啦 很不应该 非常不当的结果啦 所以自己要小心啦 东西领团处后报 会同警方前往搜证 并掉一件事器一一比对 要找出是谁这么恶劣 并依刑法正办 林管处表示 经过评估绳索遭破坏 虽然不至于造成山友迷路 但以派员尽数抢修 也提醒山友在修复完成前 经过此路段 切勿俯拉绳索 避免意外再发生 接下来我们叫林佳明 台中参谱